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我们说一句最关键的一件事情 如果今天外资已经放手 不做了或者是在高档一直在卖股票 这个盘不可能撑在这里 因为你就一个所谓的节奏的角度来说 或者是市场心里面的角度来说 先前第一次冲高 然后沙沉这个样子 在第二次冲高 当然散户会不敢进场 当然做空的会在当时候赶快去做 不空的动作 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样子 散户不敢进场 空投的太多 所以导致这个盘根本不下来 那再回过头来 既然现在空投根本力道不够的情况之下 那多方什么时候要发动 很有可能随时就要发动 为什么 因为国际股市目前开始有 慢慢在向上增温的现象 来我们来看 我们先来看欧洲三大指数 各位投资朋友 这是法国巴黎 你觉得 他是酝酿什么 这是法国巴黎 欧洲三大指数 英国 伦敦十八指数 哦他已经创高了 要脱离欧元区的 这个欧盟的英国 已经创高了 再来 这是德国法兰克 你们有没有发现 欧洲三大指数都稳稳的吗 英国甚至还创了新高 还有一个重点 关键在来上 来 那非诚半导体 是已经先创历史新高 休息了两天之后 昨天 小掌带有上影线 还有一个重点 原本市场上会比较担忧的 费城这个 道琼指数 似乎正在扭转 多空的 迹象哦 你来看哦 道琼指数 先前一根长黑 再一根长红 再一根长黑 小黑之后 再一根长红 然后撑住之后 连拉两天之后 碰到月线 这个是26天的 那如果说是20天的 这个是已经先过 先过之后再压回 然后你看 你特别注意这几天 长红 长黑 长红 然后黑 黑两天之后 昨天又一根红 而且 昨天的那一根红 黑棒 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 除了第一个 它是完全标准的 收在 它 显一天 显一次的 长黑的 完全吞噬 它不是像先前一次 收在相对下缘嘛 你听得懂艺术吗 这个是表示它多方 越来越强 所以你会看到 这个低点 每次杀下来低点 是越电越高 然后这越收 越收越强 然后呢 如果说您用20天的 移动平均月线的角度来说 月线目前在这个 等于说它昨天是收在 下降月线之上 那下降月线 它今天接下来 今天明天 它会扣抵到这个位置 跟这个位置 再来这个位置 你会发现 平均就扣抵在下面 平均扣抵在下面之后 月线曾经翻扬 那假设 那当然它的季线 是曾经上扬的嘛 差不多来到这个位置 那意思就是说 只要今天晚上没 在道琼前述 不要出现这种走势 只要 不管是小红 或者是长红 月线走平翻扬 短空变短度 那它目前季线是 在上方走平啊 所以 你就要去思考 这样子的问题 在废权半导体 创历史形构的情况之下 那道琼指数 要逐渐的稳定 甚至如果在晚上 或者是明天晚上 拉出一根漂亮的红K棒 不用到大展 它只要能够让 月线翻扬就好 你觉得外资在台股的动作 会如何 那为什么最近这段时间 都方不断的防守 因为 美国11月8号 总统大选 所以投资朋友 当 这样子机会来的时候 我们自然而然 会期待外资 在台股 再一次的大展手脚 让我们能够 顺势再赚钱 而今天其实在盘中 外资在台股 已经有先有做布局的动作 我们来看几个重要的股票 前两天 不是这一档 来 昨天非常弱势的神盾 今天亮灯长 为什么特别谈到神盾 不是过去赵老师做他 也不是张老师说拉尾 我要观察看买点 不是这个原因 是因为 我们从外资的操作 动作来去思考 毕竟神盾是由外资 在控制 先前我想各位都很清楚 外资在低档买了一大堆 所以我们先前低档布局 做了一大段 一张赚92块 从145到237 那他这样子一波修正 下来之后 今天冲上去亮灯长停 那自然而然 这段时间你可以去观察 都是外资 几乎都是外资在卖的 小卖小卖 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 然后这样拉上来 好 你先记得 六四六二神盾 它是高价股 而且是由外资在掌控着 筹码 神552的同志 竟然在今天出现 单日的关键反转红片 这一根就好像当初中秋节过后台股的走势 感觉好像 连续修正 而且上方的军线已经呈现死亡交叉 月线即现死亡交叉 但是竟然外资一个反手 跳空大涨到几乎要亮灯长停 做一个单日反转 同志也是外资的股票 四百多块的高价格 神盾也是外资的股票 两百多块的高价格 好 我们从这几个角度说吧 那 如果说 这是今天的可乘 搞不好 可乘明天也要走神盾的模式 这也是外资的股票 所以这配合到什么 我们从刚刚的节奏跟角度来思考 一个健康的多头 你高价股一定会领头 因为高价股本来就是市场多方的信心 高价股大多数在操作的 当然自然而然 它是比较偏向中实户 或者是比较更大户的部分 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这个是大力光 上高后 震荡修正 很合理 不好意思啊 那我们怎么回过头来 当高价股能够这样子 陆续的开始 由神盾 由同志 来开始做一个扭准 那是不是也意味着 我们刚刚一开始所说到 今天有一部分的外资 或者是一部分的资金 预期到了 有可能在接下来两天的时间之内 美国的道琼指数 它的月线要由空翻成多 也预期到了 有可能外资在接下来 因为道琼指数的确定质稳 而跟台股最相关的 非诚半导体 又往上创了历史新高 先行卡位这些高墙 所以我们整个回过头来看 这是今天的台积电 你觉得它 走得空的 空盘 空的漂亮 好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 这个盘 都方格局 压缩整理的试点 向上变盘的机会大 还是向下变盘的机会大 所以都是朋友 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你接下来要做什么样的概念 你选择要做什么样的股票 去做一个介入 来去掌握行情的处在 在今天晚上的演讲会 我们会特别谈到VR 还记得 昨天照着节目上面先预告了 我带会员朋友 已经开始步入 介入VR的概念 非常有趣 昨天才刚刚讲 今天 众所皆知的 VR概念 宏达店 接近尾盘的时候 忽然大单开始敲起来 你知道 宏达店 当然这基本上应该是外资的动作 因为其实从这根长红K棒接后 这老师已经算过了 在昨天 外资 到统计到昨天为止 外资买了大概3000多张 那自营商呢 是买了差不多2000多张 所以说他 吃货 拉 吃货 整理这么久 那自然而然 接下来随着 10月13号的 PSVR 要上市 当然 这个题材的发酵 是可得而知的 所以我们昨天先预告 也先带会员朋友 先做卡位 那今天 刚刚好 宏达店就先做发动 而宏达店 这样子的发动 他本身 已经被很多的 特别是外资定位为 VR的题材 那你就要去思考 当然我们谈到这边 我们会去思考 宏达店的获利 并不怎么样 说真的 但是 他所带动的VR的题材 其他的股票 会怎么样 你听得懂这个意思吗 所以投资朋友 我们今天在 个股的操作当中 特别是在接下来 今天晚上 我们特别要谈到 这个VR 你知道VR 这个 今年 相关的产品 龙头是谁吗 就是Sony的PSVR Sony Sony的这个PS的部分 包括一个专业的研究机构 预估今年大概卖900万套 相关的这些产品 然后换算过来 金额大约将近2000亿的新台币 这个市场全球 那宏达店在这块的商机 它顶顶只占10% PSVR 也就是Sony的这个PS的部分 占了目前整个全球的市占率 高达67% 快70% 那你这时候就要去思考 当龙头发产 这个新品的时候 它相关的供应链 而且市占率又高达70% 它相关的供应链 相关的个 所得到的获利会是多少 我们这边谈的是实际获利 对VR这个产品 对公司所赚的钱 你听到这边 你就明白赵老师在说什么 宏达店为什么 算还没办法 真的获利很多 而且还是亏损 因为它毕竟还有手机的部分 但是 当宏达店这个VR题材 今天能够这样子拉起来 这就表示市场 有一部分正在开始酝酿点火 要迎接接下来10月13号的 这个题材 那你就要去思考 哪一档股票 是PSVR的供应链 又或者是哪一档股票 还没有动 但是蠢蠢欲动 因为接下来10月13号 要发表新品上市之前 所点火的这个题材 而且哪些股票 哪几档 是有真正有获利的VR概念 这是今天晚上 赵斯在演讲会当中 会特别来跟现场的朋友 谈的一个重点主题 好 因为时间的关系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到此为止 感谢各位的收看 晚上的演讲会 欢迎预约报名 不见不散 谢谢各位 本公司以往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刑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参与 再次 请计划